小小的身躯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作为防空不可或缺的主要兵器 防空飞弹在国土地防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中小巧轻便机动灵活 反应迅速的便携式防空飞弹 又是重中之重 其承担着防御来自低空超低空 特别是10米至100米之间的超低空的低空威胁 相对于单价一般在几百至几千万美元之间的 武装直升机以及巡航飞弹 便携式防空飞弹可谓是造价低廉 单价一般在1万美元左右 这使得便携式防空飞弹的需求 占据了整个防空飞弹总需求量的绝大部分 其机动性隐蔽性也是防空飞弹中的大哥大 一般情况下便携式防空飞弹都是由单兵携带 可以在任何复杂地形下发射 具有较好的机动性和隐蔽性 使用只需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安全使用 在对付巡航飞弹时可以不用隐蔽和伪装 在对付飞机时只需要隐藏在丛林灌木或者是其他障碍物下 就可以正常发射而且又很难被发现 而且便携式飞弹在电子干扰下也可以保持战斗力 在现代化的战争中 空中预警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机型 在进行轰炸前或伴随轰炸的同时对敌方实施电子干扰 并且运用反辐射飞弹对敌方的雷达以及指挥所等核心目标进行打击 迫使对方的雷达无法工作 这个时候使用红外制导的便携式防空飞弹系统 在发现目标后依旧可以正常发射 可以有效地规避敌方的电子干扰 目前比较有名的便携式防空飞弹 无疑就是美国的针刺系列 俄罗斯的针系列以及法国的西北风 而韩国之前所用的便是西北风便携式防空飞弹 甚至在奥运会期间 韩国政府就会部署西北风防空飞弹 承担赛场上的空域保卫任务 众目睽睽下使用他国的武器保卫自己本土 韩国觉得有些许尴尬 于是斥资1亿美元开始研制自己的便携式防空飞弹 为此韩国军方重点研究了针刺 西北风和针等 便携式防空飞弹各自的性能特点与不足 在研制之初 韩国除了购买西北风防空便携式防飞弹之外 还想买法国西北风飞弹的红外线寻标器技术 用于减少研究压力和工作量 结果自然毫无意外 法国无情地拒绝了韩国的请求 没有借鉴的技术 韩国的防空飞弹项目的进展极为缓慢 直到项目成立的8年后 俄罗斯在偿还对韩国的欠款时 提出以SAM-16防空飞弹 也就是俄罗斯真系列便携式防空飞弹的基本型 作为两国债务抵偿品 有了俄罗斯的技术支持 韩国的便携式防空飞弹很快便有了样品 制造零件的国产化达到了90% 并在2005年底进入韩国军队服役 被命名为KPSAM神工便携式防空飞弹 研发神工之后 韩国成为了世界上第9个可以生产红外单兵 便携式防空飞弹的国家 并以此代替西北风飞弹 按照韩国的说法 该飞弹的威力比美国的针刺还要强 神工飞弹弹径72毫米 弹长约1.7米 发射器的重量约为19.5公斤 最大射程7公里 可以以大于2马赫的速度击中目标 弹头为破片高爆弹 有两种引爆模式 为碰炸引信和近炸引信 在携带时分为飞弹三脚架和瞄准镜 有两人携带 其目标指示器还配置了一个被动辐射探测器 通常被带到使用者头盔的前部 可以探测现代作战飞机的地形跟踪雷达 以及巡航飞弹的无线电高度表的辐射能 可以更早地发现目标并计算目标的航迹 在夜间和恶劣天气下也具备发射能力 与绝大多数的便携式防空飞弹不同 神工虽然定义为便携式防空飞弹 但是其无法兼设 只能装在三脚架上进行射击 使用者坐在三脚架的座椅上 使用光学瞄准镜的地基 虽然在机动性上差了一些 但操作人员可以快速地对飞弹发射筒 进行360度的转动 更便于对准目标 在最初的型号中 神工并未安装专门研发的配套夜间瞄准具 直到2007年 国防科学研究所和三星电子 才为其专门研制了夜间瞄准具 同时其制导程序也十分特殊 由于便携式飞弹的战斗部 受弹体本身限制 不能无限增打 所以便携式飞弹攻击飞机 特别是以尾追方式攻击飞机时 在命中的情况下 经常不能有效地摧毁飞机 于是神工飞弹采取不同的制导程序 使飞弹的瞄准点 在即将命中目标的最后一刻 从飞机的发动机喷管处 转移到机身中部 大大提高了飞弹对目标的毁伤概率 之前所说的被动辐射探测器 也使得神工具有很强的 反巡航飞弹的能力 这点要比以往的便携式飞弹更强 由于巡航飞弹体积小 发动机噪音低 还采用了多种隐身措施 加上常常在夜间发动袭击 所以便携式防空飞弹 很难及时发现来袭的巡航飞弹 拦截概率很低 而神工在这方面则是有了很好的突破 使其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替代昂贵的大型防空飞弹 神工早期技术 大多是借鉴SAM-16 战斗部的设计也是由俄罗斯提供 除了直接碰炸拦截功能外 还安装了进炸引信 当接近目标半径1.5米范围内自动爆炸 可散布大约800个碎片 并藉由碎片效应击坠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 韩国在研发神工之前 其实不具备制造红外线制导头的技术 神工使用的自然也是俄罗斯的技术 这点好坏参半 好的是生产神工之后 韩国就获得了制造红外线制导头的技术 之后也可以借鉴俄罗斯的技术 发展自己的红外制导技术 坏处就是 如果韩国想要出口神工到第三国时 还需要获得俄罗斯政府的批准 不过也就前期会有这个问题 凭借着从俄罗斯获得的技术 韩国后续量产的飞弹 包括寻标器 控制回路 国产型红外线制飞弹头和发动机等子系统 都已经全面掌握技术 之后的神工使用的都是双色红外线制导头 有助于抵消红外反制装置的影响 并且这种便携式防空的出口 完全不受俄罗斯的限制 根据韩国官方的说法 神工的命中概率 性能 价格和便携性方面 都比美国的真似或者法国西北风两者优秀 这点其实说的也不错 当前的神工完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三代半 便携式防空飞弹 其采用了集成化的电子线路 简化了结构 提高了可靠率 采用自动转向装置 飞弹在飞离发射筒之后 能自动转向目标方向 简化了操作程序 新研制的发动机进一步提高了飞弹的速度和射程 提高了对付高速目标的能力 并且神工还加装了一种新型的目标警戒数据显示系统 这个系统包括一种数据显示器 以及一条无线数据链 这个系统类似目前先进作战飞机上的数据传输系统 可以接收并先显示市级防空警戒雷达发动的目标航击信息 提供警惕雷达和地方飞机航击的大致方向 在研制测试中 飞弹的命中率达到了90% 而美国的FIM-92帧次 与俄罗斯的9K32M-2大约只有60% 在飞弹试验当中 神工以超过2.36马赫的速度 在7000米的距离 击中了一个3.5公里的低空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神工装备在防空牌 虽然它是便携式防空飞弹系统 它可以与其他系统配合使用 或者与自行式高射炮系统配合使用 同时它已经融入到韩国庞大的自动化防空指挥网中 韩国以往的便携式飞弹搜索目标 大多靠的是目视 最好的情况也是几个并联装车 在装有一个小型的搜索雷达 或者红外搜索装置 虽然在显示范围上 比单独使用便携式飞弹更好 但是由于飞弹的射程有限 只能守株待兔 等到飞机凌空攻击时 才能给予一击 而且装备该系统之后 还可以使射手清楚地了解空情 伺机而动 甚至是主动出击 对敌方飞机进行狙击 除了神工飞弹能做到之外 也就只有美国 俄罗斯有类似的装置 韩国使用的一系列新技术 使得神工飞弹的总体作战效能 比法国西北风系统提高了6倍 其射程和机动攻击能力 要高于采用单通道 红外制导的美国真次飞弹 纵观便携式空空飞弹的发展路程 未来的便携式防空飞弹 或许会越快地趋向快速 和一旦多用能力 追求速度的原因自然不必多说 毕竟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目前的便携式防空飞弹 还不能适应 现代空袭兵器的高速度 并且很难对付现代空袭兵器 常采用的高速机动战术 来规避防空飞弹打击 因此提高飞弹速度 是未来便携式飞弹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想要提高速度 一个是研制高能发动机和装药 提高发动机的推力和总冲量 另一个就是采用双推力推进系统 将飞弹的助推系统 由原来的一级推力改成两级 一旦多用能力 顾名思义 使得飞弹具有多用途 不仅可以研制费用 降低生产成本 简化后勤保障 还方便平时装备和战时补给 就比如西北风便携式防空飞弹 基本便携式 车载式 建空式三型 实现了三军通用 神工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当作反巡航飞弹使用 那么将便携式飞弹的性能 开发至低空近距防空飞弹的性能 甚至是接近中程防空飞弹的水平 或许也可以实现 而且提高全项攻击能力 使得便携飞弹智能化 也是其发展方向 早期的第一代便携式防空飞弹 只能追尾攻击 所以攻击目标的灵活性和作战能力 受到很大的限制 随着制导技术的发展 第二三代的便携式防空飞弹 已经可以采用尾追 迎头 甚至可以从侧面攻击目标 而智能化的便携式防空飞弹 在发射后 可以自动对目标探测识别 甚至是观察目标的弱点 随后实施打击 大幅度提升毁伤概率 除此之外 改进导引系统提高抗干扰能力 也是便携式防空飞弹的一大目标 这里的抗干扰能力 指的是便携式防空飞弹发射后 一旦受到对方干扰 从而出现拖把的现象 早期的便携式防空飞弹 一般采用的都是红外点源制导 限阵光机扫描 抗干扰能力较低 未来的便携式飞弹 在增加抗干扰能力之后 真正做到发射后不用管 无论对方怎么干扰 飞弹依旧能击中目标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